起来 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 你留下我们孤儿刮目怎么办 你说什么 孤儿刮目啊 你死鬼就让他在外面咬起人 我也不夸了 你们 你去把那个狐狸心给我抓回来 给我抓 赶紧打钱 我苏向王 职业演员 服过我的职场 不是在摄影机前 而是在生活 苏小姐 您给老王扮演的孙女十分成功 苏小姐这边接出名黑西装争伞 当沉密的伙计吗 想跟你沟通一下 王静远 少女 我叫你 叫你放我 语春哥 你到底对我哪里不满意啊 咱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我对你从小 我到时候都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我敢 我敢 不行吗 我敢 妈 妈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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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结婚对象了 洪静远你死心吧 我 我 我 你 什么结婚对象啊 你以为你随便找个疯女人 我就会相信你吗 疯女人 那你一个对着有父之父 死之类的 偷父吗 这比你说我偷父做 啊 我偷父 我偷父 老公 欺负我 有女人滚 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前 我不信我不信 我去 装一个 真正的 一百万 哦 这太太慢了 这一百万 叫什么名字啊 整片 有什么错 人业也人 十心一万 预约档期 这收费受不一价 就你还需要预约档期啊 那当然 我只是专业的 我很多的 那你要不要考虑 做一个大项目 比如说 包门 我漫一步外申啊 是 我是说在这一年时间里 你扮演我的 让刚才那个 你直男儿腿 他实在太难吵了 不好意思 我可不想在一个顺利 一千万 这只是定金 先跟我去领证 云震哥 我已经问过伯母了 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你一定是在骗我的 对不对云震哥 这位小子请你看清楚 我会这 那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 所以请你一副 不要来骚扰我 还有我的妻子 你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肮脏手段 才让云震哥娶你的 自己的心是黑的 他什么都是黑的 一剑情心 二剑终情 三剑伤 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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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的 运轻哥 我老公 疼啊老公 我没事啊 老公给你吃 你 你给你 哈哈哈哈 耶又几口敌人一死金光 我受不了啊 我是你的金主 你怎么能让我挨打 嗯那你让我挨打也可以呀 对着钱 真的呢花钱会疼啊 那既然老公被打 那老婆你要多少钱 干啥 包老公啊 你有病 嗯嗯 书向晚这个月前呢 你别忘了你自己说的 一千万买断母女关系 你还欠着好多钱呢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 晚点打给你 是贤困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还有点别的事 今天的戏就算我送你了 我 哥 你说什么 云真和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令人结婚了 那个女人站着有云真哥撑腰 瞅瞒我什么也不是 我母婆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要是不能嫁给明真哥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岂有此理 这顾太太 随便选一个人就登当呢 就是 我们就打电话 云真 你竟然还敢背着我结婚 你把这个女人带到地好酒店 都要看一看 这个女人她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好了好了别催了我马上就到我 你把这个打的 苏一航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怎么 你这着急陪他人睡 又能乱下了 哎 这就是你说的一个姐姐 傻的 请话赛吧 他就是个赔钱货 你要喜欢 同街上 哎我 敢打老仑 打的就是你 苏一航 要不是我这外面拼命餐 你能在这快活 苏向晚 你欠我们苏家一千万 还敢打我 让谁给你脸了 啊 你就是苏向晚的亲子 来的正好 我是苏向晚的弟弟 今晚苏向晚陪你睡的钱 给我救 什么东西啊 你敢找老六 你敢打老嫂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我可是黄州手底下的人 他可是给故事里面办事 应该是顾佑手下的人 怎么 怕了吧 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 那个把他们手拧断 然后扔出去 以后不允许再进入故事里面 还连在那个黄州里面一起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敢做故事里面 真是可笑 我看 可笑的人是你吧 抱歉你下来了 不是你你你搞错了 他肯定不是故事集团组的 你搞错了 同样的话我不说第二个 是 苏向晚 我 你 我让我给你 你给你 我给你一个小小气 妈 云辰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啊 阿姨 我叫苏向瓦 这是我给您的见面礼 见面礼 你是拿顾佳的钱买的吧 我跟王婉结婚了 我的钱 就是她的钱 来 王婉 苏小姐真是好粉丝 靠着肮脏龌龊的手段 也少贵 容金珍 这是我的家业 你来干什么 她是我请来的 你有意见 没有 哎 竟然 你刚才说的话 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苏向瓦就是个赔税 啊 我可是亲眼看见耳听到的 容小姐 我知道你 一直都不喜欢我 可你也不能这么误蔑我呀 刚才那件事情云翅也是 你 云翅 你说 对 有几个小子 这把不甘不敬的欺负她 我已经解决了 龙姐 你是眼睛看不见 还是啥鼻子 云翅 这种小姐 这种小姐不一直都这样子吗 不然 你三番五次拒绝她 她为什么看不清 也听不清楚 说不定 她脑子真的有病 林小姐 要不然你还是去医院看一看 我 你看她 咱们你的面都敢欺负 老公你看 咱们你的面还有我 好 够了 你压尖嘴力的 一脸的狐狸像 她就是个没家教的东西 你做什么工作的 她的身体不太好 你说的就这样 OK 我是拽子 我跟你说话呢 你们俩还在交头线 做什么呀 阿姨 云琛是在医院 要注意你们的身体 我从小就睡得过 家教这个事情 我确实没有了 工作 我是在宠医院当帮工的 对付畜生 哈哈哈哈 滚尘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儿媳妇呀 要身份没身份 要地位没地位 连个仗景的功课都没有 我不同意 这小老太太咄咄逼人 中气十足 哪里像身体不好的样子 妈 我会安排晚晚 到故事集团上吧 哈哈哈哈 啊好啊 你是铁了心的 要娶这个女人是不是 妈 我是已经去 妈的命令你也不听了 你是要气死妈也无所谓了 啊 伯母 云琛哥 伯母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快别气他了 阿姨 我真的有事吗 没事的 身体好得很 那你不是他命的吗 那我是怕你 操场发挥 要继续 此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逆子呢 你说这姑娘 竟然她多好呀 她体贴大旁温柔 你说你非要找一个 就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哎呀 你是诚心让所有的人都在耻笑的 她们顾家是不是 哎呀 啊 哎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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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救命啊 伯母 哎呀装了吗 你体检报告每周都有看 你身体好得很啊 哎呀你个不孝之子 你只要气死妈呀 啊啊 我还许帮你拿药包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那多好的姑娘 你说你怎么就看不上呢 怎么了 怎么了谁还救命 呀 怎么是他 云辰 是你呀 不是 是 是怎么了这是 没事 哎 你怎么过来了 我刚好在隔壁吃饭 这不听着动静 想着来帮忙吗 没想到你们在这 这位是 这是我太太 苏向晚 你好 我是他老婆 初次见面请多观赏 哎 嫂子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是吗 可能我带撞了脸 千万别给他认出来啊 不对 嫂子 我们肯定在哪见过 我们肯定没见过 我确定肯定一定 不是 苏向晚 你怎么这么奇怪啊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糟糕 是 我想起来了 你是 我想起来了 你是 我不是 哎呦 没人管我 我死活了 妈 妈 妈 我管你了 我管你了 妈 我今天把这话撂到这儿 顾佳呀 有他没我 有我 没他 你去了 嗯 我去什么 我去什么 不行 你不去 我去 我去 你不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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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拖的 哼 敢跟我抢 你给我等着 这么好的酒店 等我赚到足够的钱 就带来好好消费一笔 哎哎哎哎哎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没注意到这里有人啊 没事没事 哎呀你衣服都湿了 你们又不用衣裳 要不要进去换一下 没关系 我老公就在高香草里行 我要是这样回去了 不得被冲击人挖苦嘲笑死 等下在顾云琛他妈眼里形象更差 等等 您那个酒店有备用的换洗衣服吗 哎有的有的你跟我的 素向文好好享受 我可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给你 素小姐房间里面就有换洗衣物 不谢 我都还没自我介绍 我都还没自我介绍 他怎么知道我姓苏他 啊 小美人 我的事还没看到哈哈哈 哎云城 嫂子怎么出去透气 透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 可能一会就回来了 云城 苏向文他 一时半会应该是回不来 什么意思啊 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 看到他跟一个男人有说有笑的 还跟着他进的房间呢 不真的 这种见钱眼开的女人 只要是个男人有钱 好也正常 不可 他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 没准他们之前就认识了 云城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能住得起这层的人非富即贵 那苏向文又没什么见识 没准看见个有钱男人就想攀上去呢 哪个房间啊 云城没看到事实啊 他不会相信的 你就直说吧 咱们一局 在9012 不哭 云城 你还不信吗 就算是普通朋友 进房间需要锁门吗 共甘管 哎 好像是是是是 是要对家 哎 哎 不是 这你们是谁啊 怎么回事 苏向文呢 怎么搞的你不是变妥了吗你 少我呢 苏向文 你怎么没事 我就出去吊我弯 你弄什么事 什么小姐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 这么关心我 你说我这出个门 去见个谁 去了哪个房间 你一千二处 我这也是不爱吸你吗 我以为你跟朋友聚呢 就想着来找你 你真没事就行 现在撒谎都不需要打扫稿了 我的酒店哪来的朋友 我 刚看你跟普玥有说有笑的 就以为是你朋友 既然都说有说有笑了 那怎么还要来找我呢 说是找是 我看更像是在抓紧了 容小姐 你说是吗 好了好了 你这没出事就行了 哎呀别丢人了 走走走走走走 对对对人没事就行 就这么走了 那他们呢 你不需要道歉吗 我跟他们斗 哎妈 你跟我说过了 做错事情要不得了 对不起 大晚上呢 大晚上呢 我把我吃饭 去来呀 包一盖包一盖 是不是这样 这到底怎么回事 包 包 好 容竟然買通了酒店服務員 把我關倒了9012小害我 你說什麼 你是我的天啊 哎啊啊啊啊啊啊啊 說誰讓你來的 我我我不许对 你挺硬的 你这骨头怕烧碎了 帮我告诉你 老名 如到黑带了 下手怎么没清没中呢 别别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是是容小姐 有好戏看了 要不是我练 我就招了女人的道了 嗯 这可不在我的业务范畴啊 哎孙小姐 我知道错都是别人支持我的 你放我吧 啊行不行 对不起啊向晚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交代啊 我约会交代 你说什么 给我钱就行 再来吧 不吓我 你脑皮比出了钱还装了什么 走了 那 一百二 算了 钱的事情啊 回家再说 什么回家 我妈她不会善保甘休的 难道你想看着她杀过来 看到我一个人在家里 那我回去收拾点东西搬我去 不用收拾 我家什么都要 不不 我要的东西 你在那儿肯定 你 阿姨 就这么让苏向晚和云春哥在一起了呀 简然 你 那是我的儿子 我还能不了解他 他从小到大呀 他就喜欢一个叫 叶子熙的 他这个人呀 他要敢喜欢一个谁呀 那 全世界人都得知道 哪那么容易呀 他可是云春哥连结婚账都领了 你 呃 李嫂 最近你看到我儿子跟他太太过得怎么样呀 夫人你在说什么 孕春什么时候结婚了 啊啊啊没事没事你帮你的啊好好好再见 果然如此 连李嫂都不知道 那云辰哥肯定是一时兴起 我现在就去找他 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说 你凶器灵鬼 我住哪 我落个书房啊 我倒 绝不涉足你的私人公间 你 你凶器灵鬼 对手 对手啊 既然我们两个是夫妻 那这个房间里怎么能没有我们两个的合照呢 还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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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搞定 這才像有女主人的樣子 還挺專業 那當然 哦 回去開門 那雲晨哥 你來這裡 我們已經問過李嫂了 連他這種天生傭人都不知道你結婚 雲晨哥 你一定是騙我們的對不對 嗯 誰呀 老公 誰呀 魯小姐 你怎麼孩子信不出 你 我不信 對 這是我和我老公的照片啊 我哥 討厭死啊 這整件東西怎麼可以放在外面呢 對啊 房間裡還有好多店呢 你不會老臉 你闯进我家说我不要脸 我看是我太给你脸了吧 老公 这个女人就一直在我们家发破吗 有我在 我一定会保护你 那够什么呀那够我出去 云青哥 不走 你是想看我们两个在这里不去生活吗 啊 耶 我全是 不走 你怎么怎么样 那我是不是以后就能过上那种 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每天逛街打麻将都可怕的豪门库 太太吃我了 你想什么呢 明天开始这故事生的 啊 从明天开始 你跟我去故事上班 我觉得我在宠物店干的好好的呀 我过瘾车的太太 不能只是宠物院的帮手 这是也没得自我消炎 懂吗 懂 那 你要是特别喜欢宠物 我可以开个宠物医院 你来当院长 啊 约 我想给你一起上班 顾总 你 起上班 不是男的 这样一来 所有人不都知道我是顾云青的太太吗 那以后我要是离婚了 我还怎么接其他人的单子啊 顾总 我 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你不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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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麼多 我一個新人能做這麼多文件嗎 怎麼 有本事走後門沒本事做這些 做完就滾蛋了 別在這碌眼 無小姐 我已經按照你的說話去做很好 你要讓蘇向晚在公司過的舉步 維艱越採越好 明白了嗎 這個蘇向晚是得罪你 是 只要你把他趕出故事 他主管的位置就是你的 好 你好我叫艷艷有什麼不問你提問我 好 好 文件李好 晚上晚上下班先停 什麼 還要等到下班前 這果然呀 靠男人接的就是努力 蘇向晚你要冷靜 你來故事可不是 是跟這種小人之氣的 就是 連這都版不成你趁早走人吧 沒記住 所以讓你不再接一個情人 更多情人 舒向晚 你一個大學都沒讀完 能進這個故事 大家懂得都得 不過我要告你 你的那些阿渣手段對男人實實有 對工作可沒用 啊安丁姐 那個工作量實在是太大了 要不然我幫他完成 你算個什麼東西 自己的工作嫌輕鬆了是吧 還有你蘇向我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這做法你這給我滾蛋 我可是林特助特招來的 你什麼資格讓我滾蛋 我就說嘛一個新來的敢這麼喝 原來是噴上的林特助啊 這林特助現在什麼品味啊 連他這種貨色都能要 我呀就算是他來 也不能走 畢竟我是女少 我讓你 你感覺我發財事的業呢 我就好了 我把他趕出公司去 把他趕出公司去快點 今天誰敢把我趕出公司 誰就從故事集團 負擔 你這個什麼東西 總裁夫人嗎 你有什麼資格說這些話 就是 如果我說 就是呢 是什麼 總裁 顧 顧 總裁 什麼 顧總怎麼可能會要你這種 連大學都沒讀完的女人 秀 顧總是什麼身份地位 你又是什麼身份地位 嘿 顧雲春走幾憲惡婦 你們認識嗎 你 是 有無限額付卡不代表你就是總裁夫人 我看啊 說不定是哪兒見的 沒錯 你要真是總裁夫人 能甘心在公司基層當一個小職員 我是不是總裁夫人 你問問你背後那個人不就清楚了 什麼我別說這 胡說八道什麼呢 哎 我要是你啊 總先去看看腦子 免得被人當槍手 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是蠢沒救 你自己去問問你背後那個人不就什麼都清楚了嗎 想啊你別得意 我現在就去問 你別找沒 你別看誰 你別看你 把你打傷了 Rescue 發聲 我找你 肯定的 是嗎 你別看我 你不是說 等一下 咦 你怎麼吐 你說 你不是說 你怎麼吐 我去 那天啊 還不吐 那我 filled 他臉 不吐 他 我有办法 滚 知道该怎么做 向晚你真的是走下夫人 太厉害了 没办法 没办法 本来想低低调调的当个小透明 非要让我量身份 真的呀 那你和副总是怎么认识的 快说快说 快说快说 故事不看厨师 即便你是走财夫人 那也得凭本事留下 今天晚上有个绝 你要是能拿下来 我真认可 干什么就给我滚蛋 想要真正的在故事带下去 光靠个头衔肯定不行 好 我去 我去 王总 你们迟到了半分钟 可得罚了 这是必须的 来 孙女啊 陪王总 喝一杯 这位是 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人 待过来历练 原来不是历练 喝就完事了 回去 果然是黄叔郎给几百年 美安好心 来 今天一定把大家赔高兴 我知道 先自发赔 嗯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哇好漂亮 王总来跟他们一起喝 你 赵 我第一次见你了 我就觉得特别轻 哥哥咱三三 一个来 揉了啊 揉了妹妹拿分钟 去给你们揉 来 我提了你们也来走 我提了你们也来走 哎走 哎呦太厉害了 我哥真厉害了 来来来来 我可是出了名的前辈不对 他想够我酒 对 没想到他酒量这么好 你去吧 张总不到车上去 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什么 王总 他不是整个事在把他躺下 你看我带来的事情 还是你去找我 王总那是一个项目 这是项目吗 当然算了 谢谢王总 等任务完成我就是主管了 苏小姐 咱们做完的最后一杯 以后就合作愉快 我去个厕所 我也去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这么远 苏小姐 苏小姐 您好 您播放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你认识他人呢 你真的是顾总是向晚的老公 你认识他人呢 向晚现在被安迪斯拉去去老总喝酒了 什么 他在哪 顾总 王总 跟我特在这车上干嘛 苏小姐是你的呢 顾总 这这是 没人告诉我你干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来急干顾总解决了 是顾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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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顾总 干什么呢 看起来也不聪明 怎么着了那个下三烂的道 你干什么 是顾总 是顾总 他有多久到啊 那大概半小时 你开快一点哎好 嗯 嗯 啊啊啊 哎呦呦 呦呦 我腻水了啊 你还说不清醒 啊 不像我了你疯了 好的 喝冰的游泳 喂 不像我了 你是不是要给迷晕了还是喝多了 来 醒醒 你干嘛 啊 啊 最近我你疯你属狗的 好香 不行了 我们 昨天 不会 你说 啊 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昨天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反正我们都是得气了 昨天 就是我回来的你 那你会对我负责吗 欢迎我 啊 啊 我刚是认真的 我 可 第一次 昨天的啊 发生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呀 哎呀 糟了 我知道了 你今天晚上 真的跟那个 是吗 堂堂总裁夫人 自降身段去陪酒陪睡 还被顾总抓了个这么整 我该说你不好 陪睡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你哪只眼睛看把我陪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送下了啊 就别装了 我们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就是 像你这么不知羞耻的 你就等着顾姐把你搞成家门吧 我 算是明白过来了 昨天晚上是你们两个的手笔啊 你少在这儿血火喷人 你有证据吗 那你们两个说我陪睡 你们两个有证据吗 是你们有VCR还是有照片啊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呀 昨天晚上我都安定亲眼看见了 你对王总献殷勤 还说要送王总回家 什么 现在事情没大家发现了 那就不跟你承认了 你说年纪大了脑子退化了是吧 昨天拉我去喝王总喝酒的人是你 把我一个人放那儿的也是你 现在在这颠倒黑白 就你这样子了是吧 昨天拉我去喝王总喝酒的人是你 啊 我跟朱莉为什么要无冤无故栽赃你 就是呀 安定姐从来不会针对别人的 她总裁夫人 简直就是丢顾总的脸 哈哈哈 苏向晚啊 你要是有一点自知知名呢 你就赶紧滚出顾驾 免得顾总到时候亲自来感人 是谁要开除我夫人 是谁要开除我夫人 顾文昌 你怎么突然来公司 是谁让我夫人滚 顾总 这个女人她勾引别人 你可得好好管教她 嗯正确的 顾总 你看 他有什么照片 啊我也叫你 顾总啊 那个一个巴掌拍不行 王总呢固然有错 但就是苏向晚故意勾引那个王总的 我 这个巴掌够想吗 苏向晚 你说那出轨也打人 你现在被车胖也怎么动手打人是吧 我看是你被踩车了 这个就 你忘在包奸了 这里面是什么城市 这也不能证明这就是我们做的呀 对 那说不定是苏向晚他故意勾引 哎呀 你们还真是不见黄和不落泪啊 这是酒店门口的监控 现在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顾总 不是那样的你你听我解释 是是是那个 王总他自己说要送苏向晚回家的 对我们只顾问他一 对 他们还会说 明明是你之前提出来 会安排个女人给我 之前你没告诉我这是顾他呢 好 现在洞窗事发了 把咱人全推给我是你 安小姐做人要厚的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话跟你说 啊 苏小姐我错了 你车雷要是原谅我苏小姐 饶过你也可以 不过你得供出来背后针对我的人是谁 我就对你往生命 看来安主管还是只为独物 把他送到非洲去 不要 郭总我不要去非洲 从现在开始苏向我 就是这家公司的责任 不是 我帮我出去 你整理一下他们不是什么 我帮我出去 我帮我出去 你是我顾云生的妻子 就算做总监 也配不错 那是 公司里啊 钱是捧高才低的 不给你身体加薪 我没想到他这么为我考虑 哥 你也陪他去非洲的 顾总 我不要去非洲 顾总 顾总 我不要去非洲 你也陪他去非洲 别赖着了 你 你要去非洲还不能去看 顾总 顾总 顾佳 我 你这公司对别人欺负我 为什么不告诉你 我 我就是觉得这是小事 小事我自己我自己能解决 小事 你差点来 被同事骗到别人男人床上去了 还小事 你别生气吗 我这不是有你呢 是最输了 你怎么对我最输了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你先告诉我 知道吗 知道了 哎呀 顾佳少 我消消气 你 这样 我请你吃饭 你吃吃吃吃吃 你多告诉你 真的吗 嗯 你不吃走了啊 który就会做这两样啊 那我們出去吃吧 哎等等 其實我還會做其他的 你再等我一下 出去吃一頓多過呀 還是在家做更有性價比 我這還沒攔到一千萬的 我可不能瞎活 那我先上了桌子里面的 嘿嘿 下單成功 我有幾把主事 結婚的男人果然不一樣 連兄弟聚會躲不來了 最近有點忙 下次什麼時候聚會我一定過去 就這周末啊 等你 好 關一圈 這舒服 給我整套房都大 原來顧云辰還有笑的這麼燦爛的時候 這個女人 十大前女友嗎 啊 你怎麼在這裡啊 之前不是跟你說過 不要聽我書房嗎 我剛在底下叫了你半天你都沒有反應 我就上來看看 以後不會 關心 哎 怎麼回事你怎麼走個路都會受傷啊 啊 這糖果糖 我才到來補營了 主要叫我吃飯你吧 不是 我給你叫個外賣 顧手為我看著吃吧 你不是說親自為我下手嗎 啊 失敗了 爸爸生前給我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 還是好好報告 既然心裡有其他女人 幹嘛找我冒充他的假妻子啊 無聊之情 愚蠢之間 咋呢 哎蘇星婉 為什麼要生氣啊 顧云圈只是你的金主而已 我有必要為他生氣嗎 欺欺欺欺欺 趕緊搞錢擺脫蘇星 有沒有 azt說 原來是奉上金主 覺得又趕著硬了 是吧 你要是不樂意我幫上金。 我现在就跟他断绝关系 我有说你办法金主不好吗 苏向万 苏家养你这么多年 供你吃供你穿供你生活 不要再说这些沉直吧烂狗的事情了 我没人听 说吧 这次要多少 一千万 看到那辆刚刚送过来的车 那是你金主给你买的 你要是被他撞死 苏向万 烦了你了 千万都敢诅咒看我不吓死你 你到底是我心妈还是我的债子 天天在我上 没有运作我才开心吗 我干 干 干 这张卡里有五百 别再拿着 你等我 买了 我过来 你 你 我过去 你 小哥 你 你 你 我和同事约犯 晚上不用叫司机来接我了 哎老婆来 这顾大少自从闪魂之后 可有段时间没和我们兄弟们聚了啊 是啊哎 导致呢怎么没见你带出来见见 是啊他跟同事聚 好来啊来来来来 燕燕你说的放松方式就是这个 当然了还有比方的更放松的吗 走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是有夫之妇 我带你来这种地方 顾总不会生气吧 他自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干嘛要给他按照收集 我是结婚了 又不是出家了 走 你这 你这 没看不是 嫂子跟同事约在什么地方了 没问 哎我问问啊我问一下 小婉你手机还要响了 这个是我不能对你 谁啊一个不重要的人不干他 嗯 她应该做头 gemeinsam做做头意 不是 我怎么没听说 酒吧还有这业务 挺不上 哎不是老郭可能 嫂子有什么难言之言啊啊没生气哎哎哎 哎这哪来的美女我没见过 你当然没见过 他呀咱们嫂子老顾兴起的老 啊 苏家王啊 你在这做什么 我 你怎么来这了 那叫我你不是做逃逸去了我在这干什么 走跟我回去 老大 解释 顾总 都都是我的错 是我带来来的你别怪他 反正还不是因为你突然给我升职 我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就想着出来放心吧 你还怪起我了老师 啊好了哎反正也没发生什么事吗 呃那大家难得聚在一起 老郭 你就别怕你宝贝媳妇看那么紧了啊 我生气的是 都是我的错哎来来走走走走 都是我的错 大事 今天第一次见男家 我干一个哎 哎呦 这嫂子才亮 我也喝一个 嫂子大气我也吃一个 啊 哎你干什么去 不去臭气 哎吃 哎嫂子 其实我们之前还在想 沐云兄会不会因为叶子曦和孤独风 哎 你自己 是啊叶子曦 有人生的初恋间前女友 你是不知道呀 那他们大学那会呀 那叫一个成双成对 那嫂子没想胡说什么了 本来就是 那嫂子也有权知道真相 叶子曦马上就要回国了 那嫂子总得有个应对方式吧 嫂子 其实 其实我不见一个 谁在说什么呢 哎哎没什么没什么啊 没事没事没什么喝多了 胡说八道 对对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他们都喝多了 找人送他回去吧 对对对 苏向晚你长本是累了 都学会杨凤英为了是 我的业务 是什么时候包含不能去酒吧了 你可是个专业的业 我顾云生的菜菜 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 叶子系 云生的初恋间前女友 是不知道呀 那他们大学乱会呀 那就一个成双成对 你之前有老吗 什么时候订的这个破坏店 我就订这个规定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要再来这种地方 我扣你 嗯 喂妈 苏向晚给你多少钱 五百万 小蹄子抠嗦的很 都开上豪车了 也不肯多给点 好 那你记得车牌后 给我发 谢谢小蹄子 您是金主 您说了算了 反正等那个叶子系回来 我就滚蛋 你说的是真的 苏向晚真的攀上了故事集团总裁 顾云生 对啊 你给我的车牌号车主正是顾云生 错不了 好啊 苏向晚这个小贱人 竟敢瞒着家里跟我玩心眼 可恶 不行 我就去找他 再要一笔钱 哎呀 不急 明天再说 反正他也在故事集团上班 到时候 去当门口堵他 说的也是 苏向晚 跟小蹄子 干嘛 他也跟小蹄子 你明明会上这座变动房 竟然瞒在家里面 你是想独腾财礼签了 财礼什么财礼 顾家给我结婚没有付一分钱财礼 堂堂收货竟然没有给财礼财 这是个没用的家伙 竟然骗男人的财都不会 我跟云辰结婚 给过一分钱财礼吗 你还好是财礼 那没有财礼 是不是有顾氏集团的股份 我可是大听了 顾云辰那对地面 那是好的不得了 看看能不能让顾云辰 把顾氏集团转给你 然后你再转给一横的名下去 你怎么这晚来做梦 一直在这异响天开 那你让顾云辰 给你弟弟 在市区买套别墅 然后再配辆车 这样的钱对顾家根本不算什么 你有病啊 顾家是冤纳头吗 要给你那个废 我儿子买车买套 这小贱弟子说什么呢 你给你亲弟弟买车买房 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看只有你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不要你的程度简直超乎了我的股票 我要是再给你这个东西 估计连国际都给不是 孙小娃 你说什么呢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从今天来是 我要跟苏佳断结一切关系 你们别想和我身上拿到一分钱 苏向蓝 苏向蓝 天大人的进入巨物故事大乡 什么天大人的 我是苏向蓝他妈 你是我妈的没有赶紧走 苏向蓝你都不住 向蓝你妈一直在楼下大喊大叫 对这种无赖心软 就是对自己 不管他 有本事就让他自己在那死下去 你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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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云辰 我有一件事影响起来帮忙 我说你不是这样的别人 我会一起去吧 一定要去吧 一定要去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有种实施的外景 不走 布总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一会过来 好 这就是顾云辰新娶的老婆 他眼光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什么人都瞧不上 这可不关佑辰哥的事情 云辰哥的眼光一直都在呢 但是也架不住某些人死缠了你 容景然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 你倒贴的比我 云辰怎么没选你呀 你还在我身上 素项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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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穷人就是 一点教育都没有 就是 我听说他那个妈呀 成天在故事大厦的楼底下 拿着喇叭喊问他要钱吗 我要是有这个家庭 别说出门了 怎么还有脸来跟着云辰哥 来趴下私上晚宴 到底是人家脸皮厚 我们可没法抖 晚宴是顾云琛亲自邀请我来的 你们要是不想让我来 你们告诉他 说不过就拿顾云琛来压我们 你也就这个本事了 是啊 不因为我老公是中央 怎么 你们没有吗 像我这种没家教 没身份的人 都能让顾云琛对我所请他弟的 你们是不是应该反省反省 你为什么没人要 门不当户不对 你以为你在顾佳能待多久 能待多久 就待多久你 小夫 怎么跟嫂子说话 哈丁你妹妹啊 不好意思嫂子 我妹妹她说话口误着来呢 你别生气 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低声下气 哎叔你看看你现在啊 像什么样子走 别生了哎 呃那个 云琛呢他 他好像去那边了 林称我回来了 林称我回来了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回来就是来弥补你的 我要找回我们之间失去的一切 哎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啊 找到云琛了 找到了 他正在和叶子曦亲亲吻我呢 我就 我打了 叶子曦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谁知道呢 或许他们两个一直都有来 啊不是嫂子 我跟云琛这么多年的兄弟 他的人品我还是能担保的 他不会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呀 其实 就是前任那些事 原来是这样 能让顾云琛那样的人消沉 在他心里肯定很重要吧 看来我真该走了 嫂子你也别太悲观 这么多年过去了 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云琛能许你就说明他喜欢你 对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谢谢啊 你们怎么在这 我出去等 你不是下晚吧 我听云琛提醒过你 医院会还没结束呢 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你还没结束呢 云琛 这个就是你一个新婚妻子 怎么看着好像不太欢迎我 我既然已经知道我结果 就别再公共惩罚拉拉扯 封开场合不可以 那私底下就可以了 哎哎 这还有个大伙人呢 不好意思啊鸡大少忽略你了 忽略我了不要紧 忽略了不该忽略的人 嗯走了 我 师傅去胡锦廷 死顾云辰 白月光一回来 连个消息都懒得给我发了是吧 无情无疑 你 啊 苏小姐这边有一个假装当时女友出病哭丧的业务 让您有没有兴趣接 我 那个叶子戏都回来了 想必离婚也快了 还是早就打算吧 很急 就现在 我 我 你 我 行吧 立志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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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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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儿子呀 啊 你怎么就这么去 你答应我的事情 全部都是你啊 我 你是谁 我 我 我是中方子 还没公布的女后 还没来的你跟我介绍你 还是出风 原来我的冲 我 我 又不是没人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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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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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我 他怎么会在这儿呀 我 郭总 你怎么亲自来了 東浪以赴我们公司的人 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阿姨 请您接安 阿姨 这是我们故事前对您家里的额外不长 还请您一定要收起来 我 我的天 千万别人来发现了 这么多钱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孩子 别过来 来呀 快过来 啊 啊 啊 你跟我家中郎 有缘无分 这些钱 算是我不偿你的 中郎 有女朋友啊 我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车都不让他碰到 我也是刚知道 我太上心了 哈哈哈 我知道你上心 站住 苏向王 不然 你们认识他 他也是 阿姨不好意思 這是我哭的也不太麻煩了 你要出去 那我的天 陆云川你幹什麼 我倒想問問你你想幹什麼 成操就業啊 你這樣勾然揭穿我 我以後怎麼會 可是我顧雲生的機子 你當眾哭喪你治癒我 反正遲早都是要離婚的 提前練習啊怎麼了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自從業子氣回來之後 你不就盤算著要跟我離婚嗎 我們反正是契約婚姻 隨時都可以結束 我懂 我什麼時候說給你 白月光都回來了 你還不跟我離婚 你還想吃著碗里的 看著鍋裡的 什麼白月光 是不是記者跟你說什麼 還有別人跟我說嗎 我都看到了 你在書房對業子系列張合照的態度 還明天晚上 我不是那種不知好歹的人 你給我錢就可以 好聚好散 分手了還想賺老命名 死了 我們現在離婚的地方還沒有下 走吧 離婚 我是不可能跟你離婚的 怎麼了 還想讓你的業子氣 當你見不得光的地下情人嗎 誰想我 你怎麼瞞你腦子 想的都是賺錢啊 我根本不想你了 我 那季凡 季凡跟我說 葉子系消失之後 你消失了好久 那是因為 當時我爸去世了 葉子系跟你比起 根本比不上半分 那那天晚上我還看到 那是因為 她突然回來 然後你著急的過來 又著急的走 我根本沒有時間跟你解釋 你放心吧 葉子系的事情我會注意的 你跟我說這些干涉 你是我老婆 我不跟你說難道跟別人說 你敢 我當然不敢 那你答應我 必須再做離婚 來以後 別再可以聽見 那是我的工作 怎麼能說不乾淨 這樣呢 可以不做了嗎 你 我竟然把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都給我 對啊 因為你是我顧雲春的太太 就是故事講老婆 老婆 我愛你 對了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說 我媽的 我媽的事情 我已經派人去解決了 這麼快 對啊 你是我顧雲春的妻子 你別忘了 我是不肯要用了肯定事情 兒子 你們是什麼人 竟敢闖進我家裡那大人 啊 媽 我 我要報警 你們惹了我們顧家的少婦人 還想惡人先告状報警 是 蘇小兒子 啊 你個小 臉 啊 把他轉出直臉 我 我 我 你幹什麼啊 你幹什麼 蘇向晚那個手機 我不會放過他的 蘇向晚 媽啊別罵 還是想想辦法 怎麼出去多惡氣 你們 是蘇向晚的什麼人 什麼人 我是他親媽 蘇向晚那個小 飛上直頭變鳳凰 就把我們一腳踹了 簡直就是個白眼狼啊 這種搞不好那顧雲春 怎麼會喜歡那樣呢 哪種人 就是收錢滿足配合各種要求唄 這什麼今天是誰家奔 髒老太爺的孫女 明天又是一個未婚妻 他呀 就是靠這種手段 把那顧雲春 捏的是什麼鬼 行別別說 蘇向晚 你看我怎麼觀眾在穿女生命 喂伯母 我知道蘇向晚到底是什麼樣的你 蘇向晚走出來 這不是故所的媽媽嗎 怎麼突然來集團了 媽 您怎麼來了 你還陪你叫我媽呀 我 三王 哇 我平安 你飯不是這什麼 這照片是真的吧 哎你不是說 你在陳部醫院裡做當公的嗎 啊 你聽我給你解釋 你別叫我媽 我也不聽你解釋 到這個時候了還嘴 什麼臭物幫忙 我看你是給那些男人當臭物 我想到你是這種女人 我兒子雲春 是不是用意識眼把你看上了 不是的媽 他都知道 而且我做的這件事情不是你假要的那樣 我是 你別瞞我了 像你這樣的女人 你都就是靠著美色和片數來換取金錢的嗎 你告訴我 你不包裝的那些找見有什麼區別 沒想到啊 堂堂故事集團總裁夫人居然是這麼個背景 真丟人啊 就是 居然還當上主管 看顧總是不是也被他騙了 真是大新聞吧 堂堂故事集團總裁夫人竟然是個騙子 蘇江瓦你還不敢承認嗎 對 曾經思考著為什麼 可我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合法合規 本質上就是各取所需 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違反報道的事情 各取所需 那女和同客也是各取所需人 容景然你少在這里活上交友 你為了鑽今天這個空 沒少費補薪吧 伯母 我也是為了顧家找遣啊 那顧她怎麼能是她是人不倫不累的女人呢 你沒錯 要不是錦然呀 我還被蒙在鼓裡 我從來都沒想過瞞著你 我還要狡辯嗎 蘇江瓦你給故事丟了這麼大一個人 還不夠嗎 真要是覺得家仇不可挽 你們為什麼要找記者啊 好了蘇江瓦 你沒資格跟錦然這樣說話 你啊現在立馬給我離開故事 老夫人 我覺得這中間肯定有什麼誤會 要不然你停下來解釋解釋 燕燕 你怎麼還看不清楚狀況呀 八戒人也得省事多事吧 她就是個騙子 沒準身份都是假的呢 就是啊 她說不定是對家來的見底 這種人滿口謊話 根本就不配進故事 居然還是我的同事 簡直是晦氣 趕緊走的 算了 不用再說什麼 欲加之罪 何患 你是自己拾去離開的 還是要我請你離開的 不用 你馬上就做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蘇向文你要知道 山雞永遠也變不了送死 好了別跟著廢話 我現在給你三分鐘 立馬給我滾出去 云春大人你不用管 如果云春要知道你這是真面目 告訴我跟你非禮婚不可 我不會離婚了 我不會離婚了 你 你 你有受信嗎 雲春哥 你來的正好 這個女人他一直都在騙你 他沒有騙我 在他跟我結婚之前 他的工作 我就知道跟你親了 你說什麼呢 媽 我愛向我 他從事的工作 是為家庭所累 不是像你想的那樣 他一直是個結婚字號的 是為家庭所累 你別愛 沖昏了頭腦 你愛他 愛他死去一活來 不不不止 一點都不止 馬值得 在我眼裡 他就是最值得的 任何功能發取代 雲春 今天的事情 我警告在座的各位 要有誰敢洩露出去 就是跟我們故事在做的 放心吧 跟我猜 雲春哥 你就這麼相信他嗎 我親自選的太太 我不相信他 難道我相信你 容錦然 我警告你 要是你再敢對向我 有半點關係的思 我一定不會放過 伯伯 你看雲春哥 他都被這個狐狸精逼的 壞了頭了 那咱們怎麼辦呀 別急 對待這種女人 有的是辦法 瞪著瞧吧 蘇向我 對不起 為什麼要讓我道歉啊 因為我沒有處理好 你跟我媽之間的關係 你已經做得夠好 哪有 你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一定處理好 你已經在公司的時間 忙得夠交頭爛額了 對付婆婆這種事 寶貝我啊 可是 你放心 你忘了 我 多少女生 那的確 我倒是跟你講過 嗯應該是客戶 什麼客戶 往後退一下不行 不行 我現在是主管了 有點好 走了 你 死了 走 走 你好好聊一聊吧 我跟妳沒什麽環境 當然是楊素如春 和老公都跟那有關 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感情這種是小事 也是日出早的 就是能拉密切 難怪這不是很老的 這跟妳有關心嗎 你的事我都已經知道了 你跟妳有關心 不論妳怎麽努力 我家都不會接受 像妳這種心意拋棄園圈的人 家都能接受嗎 妳沒有必要跟我說奇怪 妳今天來找我 肯定是因為不甘心 雖然我的身身加十都比不上 但我後面只是真心相愛 即便她愛過我 這也都是真心的 妳憑什麽認為故隆生活一直在人家 這給我消失的那幾年 是妳表現的 這給我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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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妳 是不可能 是撒謊 這七七人的一直都是妳 如果元晨愛的是妳 那麼妳今天就不會把妳們 她一定會想 那給我消失的 人生的想法 希望我們不會給她 再一次 謝謝 啊 啊 啊 對不起先生 人生 他好傷啊 沒事 撤 我蘇向我已經說的很清楚 別的心 我跟你不會再有半點關係 之前的事情已經都過去了 從現在開始 我就想跟我太太好好過日子 好好過日子 這是一百萬 是給我們的 是 妳女兒死逼踹臉的纏著我 這是錢三費 盯著 拿著這錢 離開我 就這麼一點錢 我女兒平時給我的生活費 都可不值這些 妳女兒給妳的生活費 那可都是顧家的錢 今天我給妳送這錢呀 我是客氣 我不管 反正這錢不夠 妳想要多少 妳想要多少 五千萬 什麼 嫌多了 這是三千萬 妳放心 等蘇向晚離開了我兒子 剩下的錢 我一分不少的 打給妳 好 我一定讓蘇向晚 徹底離開 有什麼事嗎 向晚 我是媽媽 我找你不是為了要錢 錢的事啊 沐總都給我們解決了 以後咱們就各過各的 但是咱們還是一家人呀 我就想咱們再見一面 媽有些話咱們說開了 行嗎 我們之間除了錢 還有什麼事可以聊嗎 你看你這孩子 我好歹也是你媽呀 見一面都不行了 時間 弟弟 明天上午十點 回家 妥了 明天就把閨女給妳送去 周大姐 還是妳夠意思 五十萬別忘了 那可是我賣閨女的錢 那可是我至親骨肉啊 你肯定的 放心 好 下晚回來了 快坐下來吃飯 再來多吃點 看妳送的 每天被你們趴在山上吸吸 能不收嗎 是是是 以後不會 以後啊咱們就各各各的 是吃錯藥了嗎 老黃 老黃 你可是把閨女給你弄回來 你可要把她看好 她外面可有不少的下班了 哼 知道了 放心吧 林平 你走了夫人呢 她在公司加班嗎 夫人 我記得夫人今天調休啊 您好 您播票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走去公司啊 好 不走 你們這是要去哪裡啊 去公司找客人 對啊 沒去公司啊 她好像是出門去見她媽媽了 嗯 您是 我這是在哪兒 從今以後 你就是我媳婦了嗎 我 嗯 是你吧 對 那不用吧 那還蠻想吃天鵝肉 我有老公 你說老子姐你 啊 噢 別給你臉不要臉 我 我勸 會過來配合 一樣 啊 别别别别别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哥哥吃点 看你瘦的 糟糕 我一定是被那个女人给卖了 就是本心难以 又被白了一条 你这GV在这说什么 没有 我就是在想 我妈把我卖给你 问你要多少钱 五十万 什么 50万 怎么还涨价还呀 你这话怎么什么意思 唉 我 我就不怕告诉你 我妈把我卖给前三个人的时候 她也只要了30万 你还能50万呀 你还嫁过别人 我是嫁过人 我也就嫁过人 三个人 当然了 我还生过三十 三个孩子 什么 都没活下来 医生说 我这辈子是再也不能生了 快可惜的 我妈估计是想着 这最后一个 去问你要的钢子才 我也能理解 那你之前那三个男人呢 第一个 让我过去冲洗 我刚嫁进门 她就病死了 第二个 这莫名其妙子就在河里给淹死了 这第三个 刚结婚 就被警察抓了 我先去了 什么 废洛宝大的劲儿 取回了一个扫把心 是啊是啊 而些我还不能生 你娶了我 那不就等于钻子绝孙吗 谁有此理 等我问问那托鸟再说 真的 我怎么没听说 苏家的女儿嫁别人 哎 这么隐秘而又丢人的事 怎么能让你知道呢 再说 实际是让你知道吗 你还敢娶我 有道理 我先问问再说 我 好 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顾总大驾光临有何会干 把我太太弄丢了就像跑手 你别冤枉好人 无相反不见了跟我没关系 哎干什么 你要是再不说 我让你亲眼看着你 人子被打成残废 我说我说我说 哎老黄 怪我闺女还我醒发 你这个死婆娘 一个闺女就是个扫把星 居然敢坑老租十万 现在又想叫人做梦 现在就把他倒卖给别人去 哎别 老黄 买卖不成人意在 你说个地方我把钱给你 你把女儿还我 蛋糕 香 好 我告诉你 明白 我说 我说 好 喂 向晚 向晚天然風你別睡覺了 向晚 向晚天然風你別睡覺了 向晚 家屬不能寫 向晚天然風你別睡覺了 顧總 那幾個怎麼處理 需要問我 絕對你給我做點 我這 喂 我太太怎麼樣了 顧太太暫時脫離的危險 這不過啊 她的小顧都能重機 有摔向的東西 導致懷孕的機率大大減退 使這些都遇重了 結果我太太沒事了 姑娘我們不能懷孕嗎 真是好消息 我這就去告訴伯母 什麼 不能懷孕 我聽醫生聽口說的 沒錯 被雲晨什麼反應啊 他 哎呦這雲晨是瘋了吧 他要是沒了孩子 那股市集團 誰來繼承呢 就是 不行 我等不了 我必須把他們倆拆散 哎呀誰不就把電話 喂 老趙呀 你現在通知股市集團所有的高管 來老宅開會 我勸不了 我得讓股市集團所有的高管來勸他們 哎呦這怎麼搞的嗎 有真的嗎 你醒了 怎麼樣 感覺還給你 山不量 天地和 來感 為勈之 你以後聽話就知道了 吴总 集团有事找您 你过过在这儿等我 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些 吴总 刚刚夫人临时召开股东大会 说是少夫人无法生育 故事集团后级五人 要联合股东施压 让您跟少夫人离婚 什么 咱还是快点想想如何应对吧 是 向晚不能怀疑你的身心 我妈怎么这么快就有点心心 哦 你也是说 这张医院就是这么 是 苏向晚 你怎么来了 当时是来看看您 广书郎给击败你 你要说什么 该看看吗 你该不会是上哪儿 借了个孕点报告 说你怀了云生的孩子 让我退位吧 我可没那么不择手段的情绪 容小姐 你不择手段的时间还少吗 我也想生呀 毕竟你生不了了 你说什么 这是医生给的报告 干什么 是不可能 你不信的话去问医生呀 行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走 苏向晚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云春哥为了你 顶撞伯母 开除老员工 得罪合伙伴 现在的 你想让故事绝后吗 我也不怕告诉你 现在整个故事高层都已经知道 他们打算集体向云春哥施压 说什么 你觉得云春哥在你跟整个故事集团里会选哪个 就算云春哥选了你 你良心过得去 故事是他的心血 你真的要因为你自己 让他放弃整个故事集团 出去 这是我和云春自己的事情 轮不着你管 怎么轮不着老管 苏向晚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荣家的大小姐 只要我跟故事里面 故事所有的危机都会进去 我还是最适合云春的危机 危机 你还不清楚吗 故事在整个行业读大多年 背后有多少人讲话 要是趁着这个机会让故事搞 你将是为你 所以只要我和云春离物 一切都能回到正宽 没错 就算我单方便提出 云春他 你出去了 我自己想一想 选择权在你手上 苏向晚 你本来就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就算云春够处处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你呀 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好 看看马叔准了吧 这个苏向晚呀 他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 你要是失去了 五十集团呀 都翻脸呀 比你的翻书丢垃圾都快 向晚不是那样的人 我先追到 去联系国 看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 不用了 我让景然已经给向晚说了 说的不能生育的事 不想 他一定会做出决定的 他会和你不用的 妈 我说不可能不让你 云春 你是妈的儿子 你怎么被这恐怖心翘了呢 我可不 反正 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你 看着古事竟然还毁到你的手里呀 顾总 作为 故事的元老之一 我代表 故事的所有股东 建议您 跟太太离婚 跟荣家 联姻 顾总 你如果一意不行 故事是走不远的 这应该是我 顾家的事情 自从我掌群故事里 你们更在我 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太多 宇春 苏向晚已经 不会给你结婚了 希望你能添出大家的意义 有几个人 多人呢 你单方面同意离婚 不可 我要听他清楚 不可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 那苏向晚有什么好的呀 自从你跟他结婚 就没一件好事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外人插手 就算他同意人 我也不会同 我不同 对不起 我还不 让你一个人承受中心 是 孩子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都2024年了 哪有媳妇最大的价值是生孩子 对 我是不会让你做生育机器 所以不会因为这件事给你 我会见几座孤儿院 领养一堆 只要你愿意 苏向晚 不是已经下单主意要离婚了吗 谁说的 我只是说我考虑考虑 你拿一个那剪辑过的破录音 给云生听 你觉得这能拆散我们俩 你把我们俩的感情想给你 董锦然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说了 我是不会离婚的 诸位仔细掂量 再布置 还想不想干 哎呀 郭允川 你给我回来 啊 啊 哎 爸 爸 爸 哎 这里有我在就行 你身体还没恢复 你去休息 我不会生病了 作为儿媳妇照顾 他是应该的 这是晚辈最长辈的礼貌 是我妈妈 就是我和你妈妈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相处的 难道我一直走在你身后 跟他老死不下往来吗 是怕你吃亏 你都没让我吃亏 还能有别人欺负我 不能 你大宗太爱 你就放心吧 你去处理集团的事情 马上就交给我 好 那我当然好想死 妈 我来给你们吃饭 我赢了 算你得意 什么输了赢了的呀 一家人不得了啊 这你一家人出去 叫护士我不想见到你 真不巧 这护士都忙着呢 就剩我这一个大仙人了 无论你怎么逃侨我 我呀 就是不接受你的 从头到脚 你没点 你能快上我们家影衬啊 对对对 小妈这么优秀的女人养出来的儿子啊 那怎么能是一般女人能配得上的呢 不是啊 为侄子就好 我才不吃 我 啊 妈 你这不吃饭啊 这肯定是要被饿死 你这一饿死了啊 这顾家就是我 啊 群尿 你还要挟我呢 那我可不敢 我就是实话实说 你现在出去给我点两个小菜 顺便呀 再不要两头大蒜 我再不吃你的饭 我怕你这蛇心女人呀 给我下毒 好 夫人 您没事吧 一个倔强的小老太太 怕能老我怎么着 哎 你没跟着人车 怎么来这了啊 巫总他不放心你让我跟着 帮衬一下哈哈哈哈 就这样 您是个猫猫 爱吃什么 小鸡炖毛骨 他 我这就去做 我今儿段蘑菇去挖茶 希望你能陪这哪来的菜啊 听说我妈您爱吃 我专门让米其林大厨 清新为您定做的 我发誓 绝对没有下毒 这还满满满满满满满 那就是满意 这是我专门为您定做的 戏曲合集 希望妈您那么 你心机够重的呀 是不是跟我们做了不少 人与人相处 人与人相处那都是需要时间的 妈 您之前跟我见面那都是剑拔弩张的 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的相处一段时间 结果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谁让你好好先去 嗯 那您要是有什么需要 就电话联系我 啊对了 今天这个饭 如果您很等于的话 我下次还给您干 你不是说这饭 是米其林大厨给做的 对啊 我就是那个大厨啊 嗯 这可我先做出 那个素香 伯母 哎呦 竟然来了 好香的菜啊 是家里阿姨做的吗 是素香晚送的 还说是米其林大厨做的 更狡诈的 这是做什么呀 伯母 素香晚做的怎么能吃吗 万一有毒脑子 应该不会吧 我刚才都吃了几口了 你别一惊一扎 怕就怕他吓得是乱性 哎呀 不会 他虽然出生不好 性格也不讨喜 但是 他也不是一口诚子 伯母怎么开始帮素香晚说话 伯母 你千万别被他那样子给骗了 你忘了 当初他是怎么哄骗云辰哥 气得您住院了 他呀 就是处心积虑 要来挑拨您的 云辰哥母子关系的 啊 能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你看他那服务没样子 指定就对驾派的间谍 我忘了 哎哎 原云辰哥 哎 容金安我对你一忍再忍 别再怎么进去 云辰哥 你别误会 我是为了伯母的安全 才这么说的 为了我妈 我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 是 我最后警告你 不要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 也别在我项目身上拨脏水 如果你做不到 我不介意让你变成一顿脏水 云辰哥 我再警告你最后的一次 以后别在我 跟我家人面前出现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好啊 不然我出现 那我就让苏向文彻底消失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帮我除掉苏向文 我安排你跟你妈出国 下半辈子 衣食无忍 之前绑架苏向文 顾云辰你这车点 费我一条腿吧 我就算是再杀 也不会再去推下 是因为苏向文啊 你难道不想报仇吗 再说 就如今苏家的境遇啊 你不跟我合作 下半辈子就这么不忍不悔的活着 真的甘心 柔小姐说的没错 儿子 我们苏家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这都是苏向马太的 顾云辰让我们苏家特产 让我们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 与其这样 苏阿姨真是个明白人 你觉得呢 如果同意了 并金一百万美金 行 你照老子干了 哎呦 这怎么还没来呢 这送饭的人呢 都快把我饿死了 我前天受不了 怎么是你呀 吃药的时间到了 我那儿媳孙下完怎么没来送饭呀 她是不是没有耐心伺候我 两条子不干了 哎呀不会的 孙小姐可能是路上堵车了 你还等等 她呀那么孝顺肯定会来的 孝顺 她是不是阻止我死呢 哎呀您肯定是误会了 您之前病情不稳定的时候 孙小姐可是整夜都守在门外呢 她自己也是个病人 有这事吗 对呀 我跟你说啊 我们院里都觉得 她可是个难得的好儿媳呢 您啊身在服装不知福了 喂 这怎么还关机呀这是 儿子的 儿子 向晚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没有啊 怎么了 哎呦 怎么不来给我送饭呢 我都快饿死了 向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是不会关机的 您等等 好好好 您拨打的用后阵吗 李平 李平 终于亲自动手 手向来 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你还有脸笑吗 是我害的你 能到不是你们为了钱 不择手的 自食恶毒 闭嘴 你笑我了 你有什么字可说的 我可是你亲弟 你居然穿着不应许来对付 对面太恶笑了 哼 现在知道我是你亲姐了 之前一口的 要把我卖给人贩子卖钱 求你这样的 真是太疼 孙小文 怎么 话说啊 我当时就应该亲从我们城 把你们全都送到非洲去 再也不要见你们 我是你妈 我是你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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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蛋了 你有敬畏一篇母亲的存在 你的严谨 心底都只有苏以恒这个蠢祸 你把好的都给苏以恒 你对我非打击吗 你这样 谁爱要谁要去 我没有亲手弄死 那是我匹德高尚 病他 妈 别跟他废 等钱一到手 我们就连此高飞 我们听这小子 对 这次准备问顾音春要多少钱 这你用折腿 无论我们多么狮子大张口 用云春 他都会给我的 是 顾氏的钱 不可能 你们要多少钱他都不给 你们不会觉得逃到国外就逍遥法外 你这话什么意思 顾氏的势力遍布全情 你们就算逃到天涯海去 这个下 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不一定 万一是真的 怎么办 反正保了都保了 等顾音春来了 就逼着顾音春 当着所有人的面穿鱼 不会 对 还是我儿子靠头 顾氏 我查到了 是苏怡恒他们母子宝夫人坊的程序 那边 全是飞机工厂 苏怡恒呢 苏怡恒他就是为了钱 所以他肯定会有铁锹键呢 明平 走 去程序工厂 是 要我东西我已经干了吗 要吃箱子吗 放了吗 可以放人了吗 我知道你是尹贝尔的 不过我也不怕 我正在直播 我需要你以故事总裁的名义 向全部人发誓 你不会为难我们 怎么不可 不 我答应 我郭云昌 作为故事总裁的身份 现在宣布 凡是故事集团旗下 都不会伤害苏玉衡 可她的母亲 对于这件事情 也一概不就 这很差 我不会杀了苏孙 只不过 你能不能保下她 看你能 不 孙家华 进去做我救你 方大 我总你发现 夫人一定会没事 医生 医生 我说他怎么样 病人现在大出血 情况不容乐观 他等着干什么 出血啊 病人是R2H一性血 我们血不没有 我马上去联系 我可以给他送血 运辰哥 我不是送下晚上的学期 我愿意给他出血 说真的 你愿意给他送血 是 不过我希望 运辰哥你到时候 能带着一回 好车 顾先生 您太太的情况 十分紧急 如果从学的学乎 调写过来 你还可能来 说什么 我答应你 你去 跟我来吧 顾云晨 你必须是我的 那我们一起 你家的 如果我们就没带着 说什么 我们在这上方 我们再说 我们就要 我觉得ную 我们应该 通常是 因为我们的 我们就去 我的 他 都要 带着 我 我 所以 我 我 我 你 我 都不在 我 你 我知道这不可能 运辰哥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爱你 可惜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回事 那既然如此 我就退而求其次 我要你陪我一天 完完整整的一天 运辰哥 这点要求跟以前的我比起来 我已经很退让了 你可别觉得吃亏 现在苏向晚的情况还不稳定 我为他输一次血 你就陪我一天 这点办法 不亏 说吧 那我陪你见过 还没想好 你想干什么呀 什么时候开始 你这是答应了 为了那个 你可真是能屈能伸 你好 我是3602庇房的 请问你有没有见到我先生 您是不是夫妻 他在那庇房合作呢 你赔负 赔什么负 大人是家庇庇庇庇啊 现在开始 围期24小时 现在不行 你搞清楚 现在是你有求助我 抱着我 你不停 别再补寸 如果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了 那我可不该再给苏向晚出现 顾云辰 向晚你醒了 要什么呢 还能干什么呀 你连这都看不出来吗 你是不是带他什么事了 说话 顾云辰 顾云辰 向晚你先出去 我都能给你借车 你干什么呀 啊 你别太过笨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 苏向晚能力你不想定 向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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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逛街 你陪我 逛街 你刚刚为什么样子 你明明知道 我不能说我自己 我 喂 收集办法怎么样了 已经抓住所以后了 但是他们要亲自给您探条件 哦 公鱼车 你居然一二无信 我是孙伯 故事可以放的 但是你涉嫌 勒索和转架 你说我把你交给警方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有最好的绿车 到时候判你们十年八年的 但你现在有一个机会 看你想不想争取 什么 当时你害得像我大修行 我查过了 你跟苏向晚都是儿媳一性 只要你配合他出行 我向警方申请一下 给你减刑 休想 我不好过 苏向晚也别想好过 哈哈 那我就只能把你挡成残碎了 再派你出武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别打了 我别打了 别 还没办理 你人就都看不出人吗 向晚 你先出去 我在那给你解释啊 哎 这个病患的病人呢 我我不知道 莫总 说这不见了 什么 近日 震惊我事的绑架案嫌犯苏某 主动投案自首 嗯 我在说 六花 我让你看好才让人呢 对不起 苏向晚走了不是更好 说明他康复的 现在你可以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你也不配 你什么意思呀 龙小姐 是谁让苏玉桃打架不下 是谁在背后操控这一切 要想人不止 出身心 顾云琛 我到底拿的比不上苏向文 我跟你青梅竹马 明明只有我才是唯一配的上女 向文不会涉及阴谋去害人他 也不会伤及无辜的人 我就是看在跟你青梅竹马的分手 他给你留一些印 如果你失去的话 赶紧离开吧 顾云琛 你想好了 你这么对我 谁来给苏向文证解 他的命你不在乎吗 你别忘了 而且阴性性可不只有你 向文的第一 苏玉 我已经把他抓起来 龙小姐 从现在开始 我将不再受你的危险 你家里人呢 没有钱 看来是个可怜的孩子 那你结婚了吗 结了 但是 好像出了点问题 啊 怎么说 感情破裂吧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 会跟他离婚 但你一个人单身带孩子 那多么不方便呀 什么孩子 你怀孕了呀 什么 奶奶 你说 哎呀 老婆的我呀 虽然退休了 可干了一辈子中医 还能弄错 只不过 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孩子的脉象 很微弱 可是之前的医生跟我说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的 哎 万事可没有什么绝对的呀 说病啊 是老天看你太可怜了 特意赐给你个家人 你不说你没家人吗 这不 来了 孩子 我们今天真的会有孩子吗 哎呀 姑娘 孩子可是上天赐予的缘分呀 我看呢 你们小两口指定是闹什么矛盾了 你说呢 啊 奶奶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上一秒 她还会因为我 放弃自己的生命 下一秒就会跟别的女人亲亲我我 你说 只可能是我 孩子 我跟你说 可能是你先生有什么难言之言 不好当面说呀 哎呦 每个人都会有难言之念 你相信他吗 如果你真的和他分开了 孩子不就没有爸爸了吗 你会后悔吗 你是我顾云昌的妻子别忘了 我是不肯要一个人子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外人查识 就算他同意你我也不会同意 我顾云昌代表故事记者 但凡是故事气象 绝不会为难苏义衡 也不会追究这次事故的责任 是啊 他曾经那么执着地要跟我在一起 甚至不惜放弃故事 为什么现在就变了 孩子 不论是遇到天大的问题 只要你们两个人 能抛开一切说清楚 就算是结果不好 那也不留有遗憾 你说 是不是啊 你反正什么都没有了 我试试你点血又怎么样呀 难道当时容济然突然一反常态的要救我 是让顾云昌答应他什么 云南 你说的对 我心里就要去找他 顾云昌 你怎么来着 终于找到你了 别碰了 上次的事 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 我这次来 就是给你解释的 那你说 容济然是不是比你答应他什么样子 对 当时你并未需要收血 血亏又告急 容济然威胁我 让我陪他待一天 来给你收血 对不起啊 但是我保证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 都没有你的生命重要 那你为什么 现在又跟我说真相了 因为苏玉昂被我抓住了 让他给你恭喜救护 你为什么 有什么想起来 现在再去试试 你怎么办 我都不想起来 还说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 因为是 没错 对不起 我 你魔忍 你的 我的 郭敏辰你是小朋友吗 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就算你把结婚之丝了 我们也是可以离婚的 这不重要 这叫我 我是不可能离开你的 你这个笨蛋你搂我这么紧干嘛 你不怕累着孩子吗 什么孩子 你是说 你怀孕了 就是这个奶奶说的喽 也是这个奶奶告诉你 我怀孕了 真的 看来你们和好了 好好珍惜吧啊 你们眼里还有这个奶奶 你们眼里还有这个奶奶 苏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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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玩你慢著 別動我太小 哎 你剛才說什麼 哎 你比你可 這媽 我往回運 啊 求聖我嗎 咬人 媽 我知道你 CF 剛剛ций buried 怎麽 我就是再不喜歡你了 我也不能不和是孫子一樣吧 再說了,這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孫子 我喜歡你,讓我手不接受 真的嗎? 坐點 就算是我接受 那算是我們家的孫子 那還差點遠的呢 好 我告訴你,這是我剛嫁到戊下的時候 雲晨的奶奶送給我的 現在,賞給你 謝謝媽 這個,這個 其他的都給我打包 好,你打氣 好,好 三十五太多了 怕什麼,三家地方大,還能放不下 再說了 你說我孫子女的 哎 要不然是這下 你要是累了 你先上車休息 啊 我待會兒就過去啊 媽 啊 哈哈 哎呀 怎麼回事 難道伯母已經接受這個女人了 哎,謝謝啊 伯母 哎 竟然 哎呦 你怎麼眼睛心已經在把她抱歉那條 我 你是不是 呦 我忘了跟你說了 你向晚回孕了 我這幾個孫子 像你的東西 什麼 哎呀 竟然 我知道你喜歡我們家人生 可是 就早已變成功了 你說 向晚都回孕了 放棄我 趕邊啊 阿姨跟你介紹一個 又帥又有錢呢 好不好 哈哈 我不要 伯母 你之前答應過我的 我算是雲春哥唯一的棋子 那請你得看雲春自己的意見呀 你說他不喜歡你 你這麼知道 哇 媳婦 走走 伯母 你難道忘記的蘇夏娃 他之前是怎麼欺騙你的嗎 你就這麼接受他了 嗯 那都過去了 我以前呢 也做了錯事 就過去了 我作為媽媽的 我不是 你太瞧見了 你說是不是 你 啊 不 伯母 我不介紹 如果連您都不站在我身邊了 那還會有誰幫我呀 哎呦 你這孩子 你怎麼猶言不禁呢 想開點 我們先走了啊 蘇夏娃 這都是你們逼我的 伯母 我頭好暈啊伯母 我頭好暈啊伯母 哎哎哎 哎哎哎呦這孩子 你剛才不是還好好的嗎 你怎麼搞的你啊 我起來啊 嗯 哎 啊 哎 哎 我不好過 你們就都別叫好過 媽呢 媽呢 夫人剛剛好像遇到榮小姐 在幫榮小姐解決問題 所以你們就這麼回來了 你怎麼能放棄他和榮小姐讓你投褲呢 趕緊去幫我媽接回來 是是 哎 哎 哎呦 哇 老夫人不見了 做什麼 他肯定是女人 做什麼 嗯 嗯 怎麼這人 你想幹什麼 你別亂了 蘇向文 如果不想這老太婆死在你面前的話 你就誰也不許驚動 乖乖聽我指揮 否則 好你不要上來他 老闆 趕緊去同事故意中明白 你 你 我已經到了 你把我媽怎麼樣 哼 一口一個媽叫的真情緣 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是你親媽的 你少廢話 把你身上所有的東西全部丟在原地 然後一個人走進來 你可不可以 看我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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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走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戰 我為什麼還要為了他再降低我的姿態呢 對不起 聽說你懷孕了 孩子幾個月了 成型沒 先做什麼 你要幹什麼 我這不是好奇人稱的孩子長成英文 哎 我有點可惜啊 孩子還沒成型就要被生挖出來 我也看不見他的長大 竟然你這個瘋女人 你什麼時候出來 你不要殺害我孩子 蠢物 你不會覺得如果我想殺你的話 還會看到孩子的面上網開一面吧 那你怎麼都放過元晨晨媽媽 他那麼信任 把你當親女而已 就是這麼會不會 親媽 我賠 壯模作樣的死老太婆 他一聽說你懷孕了 還不是哥們走往你這邊管 他有管過我的死活嗎 真實的假如說的白眼狼 白眼狼又死活 只要做到我跟元晨算一期的人都得死 他不會 你這樣子 這就跟肥子 事到如今 我當然不會覺得元晨還在一起 他也不配 趙子翔為什麼 你 顧元晨 還有他 你們家住在我身上的痛苦 我要一一換公子讓人住手 顧元晨 你別著急 容晨要這麼做肯定是康律 我怎麼能不著急 容晨她是個瘋子 她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我們一定要計劃找 不是手機關機的 對我也是找不到 定位 前朝不到向我呢定位 就是個容晨 你幫我 我去 好 我現在進去 媽 你快出去 媽 別掙扎了解不開的 竟然 你這是幹什麼呀 你這是 你說呢 姐 你別傷害我媽 你有事送我來 裝 姐 你放開我 我把你當上親閨女 你就這樣對待我 我之前怎麼沒看出來 你原來是個白眼啊 你說 莫雲晨在你 能睡覺你之心 為什麼 你放個像嗎 要殺要掛你送我來 我 我給你親密 把錢錢挺進來 先給你別人別放 拿出了很多的存心 媽 求你給你別人了 我 哈哈 媽 我來都沒有關 要書情要道歉 去地底再慢慢聊 嘿 別心 沒招式 你在 你把活動我剷了嗎你 你他做鬼 我放了你 這麼想死 那我馬上就成全你 嘿 我以致是不會保護你的 我的破罐子破摔了 我還怕什麼呀 今天我就讓所有人都看 不認真他媽和他老婆 我要被活活燒你來 喂 顧總找到容錦然位置了 定位已經發給你了 顧總 您快打開手機看看 容錦然燒死夫人 這什麼 你們想誰先下去 容錦然 要燒你的槍啊我才不怕呢 我就是死了到地下 呀去陪我家老頭子 到時候 總錦然我把你也帶走 有骨氣 那就從你開始吧 孫小五 林琦 不必是顧總 這麼快就找到這裡了 想過來 你要是趕過來 我就跟孫夏晚同歸於盡 容錦然 你想要什麼 我都答應你 是嗎 顧總 你以為我還會再相信你 你之前是怎麼騙我 就連一天 一天你都不肯陪我 現在好了 我不在乎了 我就是要你加倍痛 容錦然 你還不如你這是傻子嗎 你今天如果敢傷害我 他會讓你承受千倍萬倍 是啊 不是呀 你倒是提醒我 只有活著的人才是最拼 顧總 咱們玩個遊戲吧 這兩個人之間殺一個 放一個 你選 姐你說什麼 元晨 你不要管我 你管我救上王 他肚子離婚女的孩子呢 那可是孤家的第一個孫子 你說什麼呢 煩死了 閉嘴 快點把火把捡起來 在他們兩個當中選一個 快點 我沒那麼多耐心了 快點選 啊 誰 是你 看樣子 在你媽和宋教碗中間 你選擇了宋教碗 陸進入 別再極明不悟了 你以為我還會信你嗎 肚子 肚子 啊 別別 我我要你不做死啊 啊 啊 像我那一件 鱷魚小夏 還找人 來傷害你 鱷魚猛猛 谁想骂到底下 去找你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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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跟向王 妈 你放心吧 我和云春一定会好好的 啊 吭 在云琛的争取下 所以很为怕的十一方 你来这 是跟我炫耀的吗 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你 事到如今 你还要把人气的过足 都怪在我身上 你有现在的下场 都是你的执迷不悟 就由自己 是又怎么样 你是我女儿 我是你妈 这是改变不了的 以后不会是 什么意思 我今天来看看 原本是想来看看 你有没有反悔的心思 可是现在看 你丝毫都没有回看日系 那我也就不用再客气了 这什么 我卖了苏家老债 为了还你的债 我的妈呀 我出去呢 我住哪儿 苏家妈 你是要逼死我吗 你把我赶出苏家的时候 有想过我吗 迟到如今 你也该尝一尝 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的日子 好自为之 苏家伯 你叫我这个人 你去 苏家伯 你叫我这个人 回来 你 你说都没错 他压根没有撤回这些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自己 他不会做你妈吗 产检时间到了 走吧 走 走 夫人 你这伤刚好 就出来上班啊 打工是赚钱 对优势花钱 我经的很 云琛给你的钱 你这辈子全家吃穿不成了 这不您快要生了 我得你再过多吃别 给我起一吐 哎 怎么了 啊 你不行 糟了 要生了 来人 快来人 不知道啊 股总 我我也没当过爹 没经验呢 股总 股总 是什么意思 你停啊 耶 哎 孩子 这刚醒就问孩子 你不关心关心我 我陪你这么久 怕我说憔悴 你還憔悴啊 我生活孩子我不是應該最憔悴的 孩子在保護箱裡 很安全你放心吧 幸福了 孩子的籠子想 想好了 孩子的名字 就叫顧德白 不是吧顧總 顧德白 這麼草率一點都不像顧玉生女兒的名字 顧德白有什麼不好 我想了一下啊 在經驗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顧氏 權力財富跟地位都不重要 重要的容 就只有你跟顧德白 這應該是我的能量 我知道 但是 顧氏也不能無量 我們家顧德白啊 以後呢是要當顧氏集團的千金大小姐的 所以你一定不能破茶 還要當我 好能破茶 那我要是破茶了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 那 說不定還真是一樣 那你要是破茶了呢 那我 才能聽笑的 啊 那好 啊 我 很高興 我 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